大家好,我是Paner粉丹和螞蟻粉丹,我是Paner玩Monthunderworld第23集 今集開始,我都未準備好 剛才還這些delivery或者還這些bounty的時候 一不小心還了之前那個獸人學家 叫我去找10個企面竹圖鴉的任務 找完之後,這個黃色錦炭好就我還任務之前已經在這裡 我看看他是不是心靈感應之道已經完成了 好了,他就說你是一個很出色的關於尋找那些圖鴉的獵犬 而在我這方面,我也有進展研究他們的語言 我們似乎可以跟他們溝通吧 Doodle,In the case,那些Gajalaka Convened lately in the... 在Elder Recess那裡晚上出沒 也不是啊,我們昨天晚上做 到現在的輕鬆一下,什麼時候都會看到他們 就是說他們應該住在附近而已 那你會不會可以... 護送我去那裡呢 我大概知道應該去哪裡找的 但是有你陪著我應該可以更安全一點 準備好就Expandition到Elder Recess那裡 我要伸一下筋骨 好,又要拿到一個任務 Discovery the Galajaka Gajalaka 的Settlement 找他們的住屋在哪裡 另外一方面,我上一集就說過了 船長回來 這裡就說過了 對了,我現在在請的東西 就請了兩堆材料加一堆貨物 那我看一下 現在看到了,這兩堆都應該屬於材料類的東西 即是原料 我正需要Torrent Set 好像六百多元都給他買了 貴就貴一點 另外這些都是,這些都是原料 對,都是屬於不同的龍的... 打回來的東西 但就不太划算賣 最後這些屬於Train 即是說我現在一直記住了 譬如我現在要去 Request Good 是Material Material Train 每一次來回的時候 其實都會跟著這個組合 來給我一些道具 我想Material其實重要 其他Consumable 那些有Material我就做到 有原料就做到 所以 繼續主要是問他收一些材料都好 原來想到最後我的任務 其實我已經找到 Lurgigante的宗織 但任務就要我來跟總之輝聊聊天 好啦,你啊 我有些好消息 生態研究那裡就說 對了 指出了Lurgigante的位置 我們等了很久 Lurgigante就... 簡直跟這個古龍遷律一樣 都是一個謎團來的 在這麽多年來 我們跟Lurgigante 其實都是在兩邊不同的岸 去看著同一隻獵物 同一隻獎品 就是我所說的Sora Magdares 我們就研究那些古龍遷律 Lurgigante就吃一些古龍 他說所有獵人都準備去對付Lurgigante 簽個任務就去啦 嘩,我現在... 拿這些新的裝備去打Lurgigante 會不會有點要命呢 等一會,我跟生態研究 玩一玩 因為我打了好幾隻龍 都還沒跟他聊天 還沒簽回到我獵人的紀錄那裡 Lurgigante就叫我去接任務 簡單來說 我捉了Besorgias 和Dogogamma 我都捉了一次 本來差點可以捉到 我們上一集打不成那隻Uragan 但又是被Devil Joe那隻 無處不在 人家稱之為一條青瓜 養的那條恐龍 就弄得我捉不到那條龍 就走了 就好像我之前呢 打其他東西 然後有幾隻龍 走出來弄著一樣 那現在我們總算知道 這隻Dogogamma 中文叫做 岩賊龍 是屬於... 是怕雷的 那他的頭和條尾 條尾可以剃的 弱點是頭 另外PinkRefian 都跟普通的Refian 差不多啦 Besorgias 都是怕雷 不如帶一把雷劍出去 好像很多東西都怕雷 那麗的 那麗的Gandte還是0% 這隻Uragan 還是0%比較慘 這條熔岩魚叫什麼名字 大家看一下 看看看看 就這樣叫做熔岩龍 熔岩龍都是... 我完全沒打過 Devil Joe 差一點 有些可以去到Level 1 他現在就叫我跟Handler 聊天 但我想說... 這個叫我去去那個Expedition 我覺得呢 處理了那個 org 奇免族那麼重要 因為奇免族在... Erdal Resets那裏 其實是... 有很多... 這個洞洞的地方 我想我先做了這個Expandition 是不是他好像叫我出去做Expandition的 還是Optional的Quest? 他的確好像叫我去做Expandition 出去找他 我首先就做了這個Expandition 因為現在我們還在地圖看到很多地方打了交叉 我是去不了的 我想做了這個任務 就可能會開發到某些地區 加上我拿著這把是第一次用的Heavy Boat Gun 雖然感覺上跟輕輕的那把槍應該差不多用法 但始終是第一次用 所以就不要挑戰這麼高難度的東西 先做一些基本的東西 可能我們也有機會跟奇麵族打一下 我可以在哪裡找他 他叫我... 對了,這個Lillian Researcher 去回他的位置 跟他會面 應該就... 可以看看他叫我做些什麼 我想我們可以出來 先熱一下新鮮 拿這些昆蟲 熟集一下這把Heavy Boat Gun的用法 我這把是Diablo骨造成的Heavy Boat Gun 主要是遠程打的 因為它是裝不到那些近程的子彈 反而 我是不是打爆了一隻 我打爆了地面那隻Litro圖 那些會不會... 爆很久...燒很久 好像放煙花一樣 這些爆炸青蛙 就不是真的爆一聲爆了 哎呀哎呀 我不是想踢他一腳 我想撿... 我想撿旁邊那個 我試試走過去... 糟糕會怎樣 嘩...會爆的 都是... 還會... 搞到燒火 要滑回... 掉火先 下次記得要小心 他表面上好像... 不爆不爆 原來踩下去都會出事 那這把Heavy Boat Gun特別的地方 就是他那個... 之前的Lite Boat Gun 就可以插地雷彈到地上 然後... 用其他攻擊來引爆 這一把... 我... Heavy Boat Gun分兩種 一種就是追擊型 一種就是機關槍型 這一把就是追擊型的 那當我... 進了這個特別子彈之後呢 找一個遠一點的位置 接著一再瞄準就會趴下... 咦... 要按實了... 瞄準... 在這個石頭上面可以嗎? 好... 接著呢... 砰... 當然啦 打一個那麼小的就浪費了 接著就要... 花很長時間 等這招特別子彈去... 填充的啦 有下角那條藍色的巴 但是呢... 這一顆子彈呢 以我的看法是... 就是一個贯穿力很強的... 子彈 Researcher在那... 咦... 不是... 不是這裡嗎? 撿回兩個Chill Loom 也好 嘩,在這裏 怎樣? 先聊天 咦,你來了 這就是他們的家的入口 但是那些Gajalaka 在那裏擋住 我有沒有說到下去 如果他們看到我們 他們一定會攻擊 所以我們就進不去 現在我真的兩頭不到岸了 或者有一個秘密行事好一點 你猜你可以潛進去嗎? 如果你趁他們跳舞的時候 就應該他們不會發現 記住我們的目標是跟他們達成聯絡 所以盡量不要傷害他們 躲起來等一個適當的時機才出現 慢慢來,OK? 祝你好運 我當然可以用那個 保護式那一套的 袍就應該更加容易搞定 不過我們儘管先試一次吧 我們讓他們跳舞才行 我叫我 怎樣? 他們在跳舞了 趁他們跳舞的時候 走走走走 被礦吸引了 會不會就是掘礦的時候 發出怪聲 讓他們發現呢? OK,跳舞我們要去哪裏? 在這裏下去? 這裏看到他的面具 似乎不是 OK 這次秘密行事 這麼遠應該看不到的 我猜他 我們沿著這裏路下 起碼 但我們不要再記住這個 Linian Researcher才好 不然那個 綠色那個 那些Sculpt Flyer 會繼續追著他 不然我走回頭 好,下面有一隻 守住門口 如果我失敗了會怎樣呢? 會和他打氣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跳舞 等一下 我應該可以躲在這堆東西 對,這堆都會隱身的 他應該還沒有跳舞 現在這樣叫做 現在就沒有人見到我了 不對,他在打東西 這樣不叫跳舞 等多一會 我的貓為什麼會衝出來 我的貓反而被那個草吸引了 大哥 對,他回來跟我說 哇,你不是在炸我嗎? 我幫你找了一些好東西回來 MASTER 這樣就叫做跳舞 走走走 被人發現了 躲起來 躲起來 這樣 OK,應該是紫色 對 這看似不妙的 不妙的 沒有人在這裏 沒有人在這裏? 不是啊 有人了 就這麼多人在這裏 我們躲起來 但他又叫做Try again later 那隻貓又跑出去挖東西 好貪心 其實我在跳舞 我試試過來 兄弟 可以聊天嗎? 似乎不行 似乎打起來了 似乎打起來了 我走一走出去 現在又走回來 看看情況 他怎麼知道 有人在家 或者沒有人在家 因為沒有人在家 叫我再找擇日 再來 我走 快點走下來 這裡躲起來 哇哇哇哇哇 喂 他說跳舞了 跳舞是時候 打過去 這裡能打開嗎 過來這裡 在這裏 這次是不是 咦?你們是不是看到我? Sleep inside without the galaxy card noticing us 但他們兩隻都很近 這次是好一點的,我們應該要再穿越進去 我們是不是要再等他們跳舞呢? 試試等前面兩隻跳舞 跳舞也是不能走太近的 我們還有哪裏有些草可以躲? 沒有 是這一堆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在炸我 哎呀 你哪有 我可不可以衝過去嗎? 不行啊,失敗了 他剛才說他跳舞的時候走 哪是啊? 我吃了炸彈 再來一次 我想走到這裏應該是安全的 即是他會 他會 遺忘了我 再來一次 我看一看 我是不是一開始就先不要讓這隻發現 這隻這麼遠應該還沒有發現我的 我躲在下面那個 他不是 我等他跳舞才下去 這次 有些壁畫在這裏 咦?他走了啊 那隻 我就絕對可以走下來 他又不見了人 上面那隻 下面那兩隻呢? 這次真的沒有人在 這樣就完全 沒有人在應該不是我進去的時機 我覺得 似乎失敗了 真的要找個摘日再來 再次回來這裏 沒有了 全部人都不見了 那是不是壞了 是不是要 是不是要 再開始那個Expandition 再來 因為這裏已經 沒有人了 我試試 我試試跟那個Researcher 聊天 他會不會告訴我 哎呀 失敗了 要再來 哦 對呀 他說要晚上才會 活動的 那就是我們要等 等入夜才可以再下去 唉 猜不到 他真的有說 是有意思的 什麼時候才出沒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辦法 令這個 時間過得快點 我又飛回營地 看看會不會 就令時間度過得快點 現在天的確好像沒有剛才那樣光 躲在營地上 不知道會不會令他過得更快 咦 路過的時候 看到藍色的 Refelos 我上次有隻粉紅色的 Refian 今次是藍色的 Refian 是叫什麼名字呢 對了 這隻叫做倉火龍 藍色的火龍 我們可以不打他 不過我想不打他 找一下他的腳印之類的 看看會不會 有助我們 對他的調查 對他的認識 起碼 或者會不會 偷走他的蛋 哈哈 睡得好地地 所以似乎沒有留下什麼 種植 咦咦 我們這裡就見 那些 這樣的 奇面祖軍人 走出來了 那代不代表 我們要去那裡 他們都已經走出來了 我嘗試 走過去查一下 儘管 喂 外面那些見人 裡面那些人 在那裡沒有 這樣 不在 你 嚇我呀 對了 外面我明明看他們 蠢蠢欲動 已經 對了 你們是不是 特別提早開工 你們這群 你們家裡那群 嘩 醒了 這隻 倉火龍 好 他似乎 不太想教 他說要開始舞蹈 但我不是要去那裡嗎 這群舞蹈 沒有意思 我 惹了一條龍 會不會帶他去 這個研究員 會不會弄死他 我 我 等了很久 等不到 就回到基地 再回到基地 但還是天亮 但這裏 被我 無意中挖挖挖挖挖 挖挖挖 挖了這個地方出來 已經找到另一個 可以做營地的地點了 但也不是我們要 搞 奇面族的事 而且這個地點 你都不知道 暫時還不知道 要交還什麼道具 才可以 在那裡 紮營 這麼快會有嗎 會有資料嗎 不知道 有了 就是Barno's High 和Monsterbompers 一個 下次出來 可以用 剛才我剛剛捐進去的營地 看來 問題是 哎呀 問題是 這次大部份的怪 我又不是很敢打 但現在 我在這裡等著 又沒有事情 那不如試試挑戰你 開球了 扣得一點 我用了一個 平常子彈一格 扣得一點 最弱的那隻 和他保持距離 不知道會不會有好處 Devil Joe 嘩 很不禮貌地 一開始就已經 一開始就已經 射到牆邊 不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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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去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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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點在什麼位置 會不會知道 嘩 滾到中 站到那麼近呢 我就嘗試一下 我還去多少招 才會死 三招就死了 而且剛才是 爆了血 就是 吃飽了東西 滿血就可以和他打 大哥 我真的要 upgrade規格才能夠打 而且那隻的攻擊範圍很大 我打算我滾開的時候 這招都是會中的 就算打不死 既然拿了一支 Heavy Boogunni 都可以玩一玩 遠程炮的 你看到 貫穿了很多東西 貫穿完之後 過一陣子就會 好了 我們要練這招 向前飛撲 這個時候 無敵 不過我跳得早了一點 這麼遠 都是打不進 我就是靠剛才那招 特別攻擊 來到 不斷遠程 抽到水 算了 out of range 再走近一點 都還是打不到 這麼遠 好了 飛撲 這次總算避到 這次 啊 都是中的 要跑 是不是要跑行 是要跑行 再加 背對著畫面 飛撲 噢 撲都撲不起來 暈了 被他震到我 走回頭 我試一下 哇 想避都避不到他的攻擊 基本上來看看 好霸道啊 這隻應該怎麼打的 更大的問題是 我們等不到天下 好 等完一輪都沒有 結果我還是回來了 那天開始黑了 回來了 那我 回來就順便還買這個 有兩樣東西 呃 剛剛買了那個 就是那些材料 其中一個 Torrent Set 就可以令到我 增大我的 那個 古樹 收集箱 另外呢 剛才剛剛拿這個 Elder Reset 可以拿多一個 營地位置 那現在趁著這個 天陰陰的時候 看看出去 出去多一次 會不會就是 變成這個 夜晚時候 我們可以去 Eastern Camp 那裡 就是我新開的地方 更近一點 這樣的話 就應該 沒錯 這個是新的地方 應該是變了夜晚了 我們吃一頓飯 然後再出去 其實呢 那個人名 左邊那裡 可以看到 現在是什麼時間 所以現在看到 還有半個太陽 我想都屬於黃昏時段 問題是黃昏時段 他們出來沒有 還是沒有出來 所以我唯有靠著 不斷的 往來的 Astera 和外面這些地方 看來 我檢查一下 就是這樣 是有了 移動的 時間 我們看看 回到Astera 會不會 都還未夠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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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終於 經過幾次 往來 Astera 和Etherisers 這裡 終於等到晚上 我們就可以 再次 開始 這個任務 對了 沒有被他看到 沒有被他看到 我這樣叫做 不是 進入了戰鬥 Keep it out of sight 對 我們不要被他看到就可以了 其實我們可以 直接在這裡跳下去 喂喂喂 還有掘礦 想按右鍵跳下去 雖然掘到一些好東西 但是我們明明說 我不傷害你 我不傷害你 最多 我走 我走 我到樓下 想走就走 走出去先 穿上帽子才進來 最多我 先把帽子拿出來 穿上帽子 去吧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應該看不到我 這樣 穿上帽子 可以跳下去嗎 OK 不要說脫了 最重要是 穿上帽子 不知道跑不跑得 應該也跑得 不過應該沒有必要 我們應該很快就下去了 我這條小婦婦 當我趴下的時候 是會春光炸燃的 好了 穿上帽子 加上縮下 你這樣也能炸到我 我說讓他跳舞嘛 其實他現在叫跳舞 其實 但是最重要 我穿上帽子 應該OK 我覺得 不要找我一個好東西 你告訴我 現在是我 過去的 時機尾 不如 OK 他說那個應該是他的家 讓我們進去 不要被人發現 我現在可以進去 叫做 我穿上帽子 我試一試 沒有人看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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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我們成功 我帶了那個 研究員 他說 這些 加加拉卡 說話就是加加拉卡拉卡 這樣的 你怎麼會 我顧著跳舞 沒有留意到你跑進來 我們這個研究員 學會了怎麼說他的畫 就跟他說 拉卡拉卡 就說 你好 我是研究團的人 我們今天進來 就想 對 他向你介紹我們這些 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人 拉卡拉拉 他們看樣子 他們說 他們想學你跳舞 他們真是聰明 想來看我們跳舞 我想我都可以收個徒弟 但看他們的樣子好像很薄弱 不夠強壯 Makeda說 如果你願意教我們 我們就會 無論你給什麼訓練 我們都會接受 Researcher說 你怎麼看 好吧 成交 今天 你就是我的 由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徒弟 拿這個 做我的 證明 First and foremost Dance this string 需要跳舞 需要力量 多謝 如果你有問 有遇到麻煩 我就會來幫忙 這個是師傅應該做的事 Lakaraka Lakaraka 你什麼時候都可以來探討我們 好了 我們拿到新道具 Morotov cocktail 就是可以 扔炸彈 我的貓 我進來這裡 先參觀一下 因為他們養了很多這些 竹鬚魚仔 研究完 你發現了些什麼東西 好啊 我們現在就和奇面族 溝通到 好啊 就建立一個 有好的關係 真是 煩夢一樣 我要回去 Astera 我希望 我會再在那裡見到你 你一定會見到我 那我和他們溝通了 除了 說 拿到 貓仔的道具之外 是不是真的 打通了地方 又好像不是 似乎 要打通地方 看來要靠做其他 任務 可能就是要先打那隻 那隻 Lakaraka 又或者我這裡 起碼 進來這裡 我好像 好像可以在幾個不同的地方 捐出去 這裡就是 這裡是哪裡 那個是誰 那個是誰 我們無緣無故又遇到一隻 又遇到那隻 又遇到那隻貓仔人 我不需要貓仔人 這裡 這裡我來過的 我打其他 也有一個好處 我們似乎有一個捷徑 來了這裡 但是 有了這個捷徑 我們還有一些地方是打了交叉 就是 也不是說 結識了這群奇面族之後 我們 不能再回到他們的基地 一進就進來這裡 這樣 就會穿到另一個地方 但我還有一個任務 要打十隻這些奇面族 那 我們現在是不是友好 其實 還是他們都會打我 友好都要殺 我早知道應該做了之前的任務 現在 搞得很對不起他們 還有一個任務 要打敗十隻這些 不是啊 因為剛才穿了袍 現在我不穿袍 你們是不是會打我 都會打我 這樣大家公平一點 既然是這樣 我就 離開這裡 回到 Astera 先 接著再看看 Handler 究竟要叫我搞過什麼任務 是不是真的 接著就要去打 The Gigante 對 對的話都蠻糟糕 這麼厲害 他 不知道他厲害 還是剛才的Devil Joe厲害 剛剛結識的Gajalaka 有少少的Level 1 我跟他的關係 這是 我們 對 我們 Gajalaka 回來之後 這個Linian Researcher 又有的跟我說 都是說回 昨天那些事情 做得好啊獵人 Buy My Swelling Heart 我正在漲大 心臉 心臟餅 心臟餅 對 不是人人都可以跟奇面族 搞好關係 令到他來幫忙成為你的Tail Radar 就好像那些Grimauken 你找到Galajaki在外面野生地方 你就可以叫他來幫忙 我去解釋有什麼用 為了維持我們的友好關係 我會經常跟他們聊天 走之前 我有少少東西送給你 我就太老了 不可以出去打獵 我希望這件事 會幫到你 送了什麼給我 Silver Vivarian Print 這些都是做道具的材料 好 來到這裡 我不知道這個片段會屬於第幾集的內容 因為之前發現我們的下一個目標 就是Gigante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的裝備各樣 都未準備好 所以一直都未打他 我們之前已經跟Emerald大統領 出去視察環境 也都了解了Gigante 其實是一隻會吃其他古龍種的古龍 所以 我們下一個任務的目標 就是要對付他 而這個任務 其實 就要我跟Handler聊天就開始 之前我一直都避開沒有跟他聊天 但你覺不小心飛過來Research Base 這邊 就不想起 在這邊跟他聊天都會一樣開始的任務 結果 就變成跟他聊天 所以現在任務就繼續下去了 我們都可以不開始任務 但既然跟他聊天 我們不如就一試 只有三次機會 是不是也是 只可以暈三次 咦 這裡就沒有其他魔物煩著我們 基本上我們跟他單挑 基本上 自從上集之後 我們也都在 Elder Reset 開多了兩個 Camp site 的地方 但我們都是 由最南邊的開始 會安全一點 但現在我們還是穿著 Bongamma 不知道夠不夠打 我們既然離開這邊 就跟第三期團的團長 聊聊天 又問我問題 這麼多問題 咦 不是 這邊 這邊 他也會給我任務 早知不久 要跟他來聊聊天 可能是拆住了 就是任務 沒有做到 Tingling Taste 又去打麒麟 不是 Great Gerald's 按得很快 原來會加食物給我 原來 不用 就這樣聊天 就已經給了我 咦 多給了一個啤酒 但這邊又見到有感嘆號 出去之前先聊聊天 他說 獵人 你來得真是好 Tingling 簡直是奇蹟這麼厲害 有個小小的任務給你 我們有些東西 我們需要到第三期團 不可以抗拒 想拿些什麼 又是加強那個Cantina 又是多些食物 簡單來說 兩個Thunder Set 我這麼巧之前就打了 Thunder Set 我想來自 Toby Katashia 那隻 電的 吾鼠 食飛那隻 滑牆那隻 好了 這頭應該沒什麼特別的事情 等一會 我覺得我們 就算 要憑著我現在這新裝備 去到打 那幾個題 我覺得都應該略盡免力 我們首先飛回去Astera 那邊 說到Workshop那邊 把我這件Chip Chip的骨 骨的盔甲 有這麼多防禦力 打這麼多防禦力 先升級 先 我們反正存了207個 這些Emmosphere Plus 在這裡 上升級要多少 可以 上升了很多次 可以 上升了多少個 結果是 上升了22個 那又好像有點不值 上升到 我想我們上升到40 因為其他裝備都是40 我想我們上升了多少個 上升到40 的話要 下兩顆就到40 好嗎 那我們升到42 6個 6個 5個都中30 都用不少 我們每一件裝備提升了4點防禦力 4 5中20 都總共多了20 其實 不知道實際有多少是幾大幫助 其實對於這遊戲的裝備 那些數值 我的感覺不是很強 差多少 那我之前在想 我究竟用什麼道具 用什麼武器去對付 那些提號 因為它是一隻古龍種 那我唯一 手頭上有的 有這個 抗龍屬性的 武器 就是這把 這樣的 操蟲棒 那我 希望 會有些幫助 有三百點的龍屬性的 額外 bonus 這邊 連 Tag Chief 也無緣無故 都有任務 和接了 Handler 聊天之後 這隻人突然給了一大堆任務 但是全部都似乎是 全部都是 這些 delivery 好像是不是 Pending 這隻 起碼有兩個 剛剛 Tag Chief 叫我找食物 Vegimaster for a disguise 那這些呢 我就有 加多些食物 讓我們 食物類 多些機會 出現 這些 新鮮食物 容易拿多些 Buff 也沒有壞 另外 剛才還接了一個 什麼 Optional Quest 應該是 我都搞不清楚 有哪個任務是新接 哪個任務是舊接 有一大堆任務 只可以跟大家說 我出去Wise by Waze 的時候 看到黑色的Diablo 就是這條 中文也是簡單 叫黑角龍 就是新的 幾種 飛龍的變種 我都見過了 有 黏火龍 有粉紅色版本 叫英火龍 紅色的火龍 有藍色版本 倉火龍 角龍也有 黑色的版本 叫黑火龍 不是黑角龍 就是 好像有些 黑貓什麼色 白貓什麼色 紅貓什麼色 那些問題 自己說到 好了 但我們今天就不是要對付他們 對付了更大的目標 Le Gigante 這個滅進龍 我應該吃完東西才出去 老實說 因為 這個難打任務 可能要用足 五十分鐘 不要浪費 任何一分一秒 吃了東西才出去 因為 吃東西呢 我會比較選擇 看清楚 有什麼 bonus 才去吃 我們最想 其他什麼加減 都應該不太重要 試試可不可以再拿一次 Fenite Moxie 這個應該會 基本上是多一個 貓車的機會 死多一次 可以 但是 要拿它的話 要全部都吃這個 藍色的這一類食物 屬於 Resilient防禦類的 好了 經過一輪組合 你現在吃了四條魚 就拿一個 Defense Up 中等防禦 提升兩塊肉 就拿一個 輕微的 攻擊力提升 另外希望得到 這個Fenite Magic 就讓我吃藥寶 去補多一點 再拿一個Fenite Riser 就是 對 起床的時候 無敵時間會長一點 看看會不會 啟動到這兩招的食物技能 隨之前 看看肌肉柱煮食 每次大戰之前 都要靠這個來 振奮士氣 拿不到 拿到一個Fenite Insurance 不知道是什麼技能 Fenite Insurance 有什麼保險 不知道保險些什麼 好 看看道具方面 啊道具方面 差點忘記了 很重要 我們之前 在那個商人那裡 買了兩個 叫做護身符的東西 提升了攻擊力和防禦力 由於我之前 跟我的 Bassel Judge 那隻爆輪龍 打了幾次 在他身上得到一些 部件 又可以令我 更加高級的 護身符 去一個更加高級的版本 我先找他出來 就是用 Power Charm 和Armor Charm 去造成 這個所謂 應該叫做 Power Talon 和Armor Talon 裝了這兩塊在身上 應該又會再一步 再一步提升 我的攻擊力和防禦力 由於也會 有加疊的效果 所以我們整個身都 今集都拿滿東西出去 基本上都 都沒有位置去收拾其他東西 那麽 不如查一查 差多遠 我查過 剛才裝備了 帶來之後 強的那塊 就會 將防禦力提升到251 即是相差了 22點左右 22點都是半件規格的防禦力 應該都真的不少 趁這個時候 出去 嘗試挑戰這個Gigante 我們搞了這麽久 飯都可能 不知道在這麽 未出去之前 飯的時間 會不會在計算 吃了一碗飯 結果我們都沒有出去 吃了一碗飯 那麽久都沒有出去 之前 先說一下 我們又要跟Emerald 去回一回合 吃 吃